为什么非得把福音和神的话语 往哲学里理解呢 正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才需要哲学化 为什么 因为你单从圣经里面 简单的语言去描述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清楚的 去阐述圣经里面的告白 然后你又不能去跟人讲话的时候 总背经文 你总要用你自己的话 去阐述福音 解释福音 说明福音对不对 但是你又说不好 与其你说不好 让那些说得好的人 说得明白的人 把圣经里面一些真理总结出来 所谓的利用这种语言的法则 表达的法则 去清晰的精准的去表达出来 什么信条化 信仰告白化 来阐述我们信仰的内容 我们去用这种精炼的内容 去规范我们的言语去说 对不对 毕竟是圣经这么厚一本书 六十六卷圣经 我们如何去浓缩精炼的去说明呢 有人已经给我们做好了 对不对 把基督教核心的信仰 以信经信仰告白的方式 要理问答的方式 给我们表述出来 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这种逻辑化 或者是哲学化的过程 但是它不是那种世俗的哲学 抵挡神的那种思考 所以不要对哲学本身过度敏感 这种敏感也是反智反理性 反智传统来的 我们里面的读素要排读 传统 我们传统教会的同工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祖先 我们可敬的先辈们 我们老一辈的信仰当中 留给我们怎么样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读素 所以今天对哲学这么反感 就是因为我们对理性 对哲学 对知识的那种反感 因为老一辈子都那么讲的 一些书籍里面也是都那么说的 说的很悬傲 在乎生命 不在乎知识 一种没有知识的生命 那是什么样的生命 上帝遭我们说 给我们理性 这理性的功能就是思考 知性的工作 一个人把知性抽出了 不在乎知识 不在乎知性 那那种生命是什么 尼托生的神学 三原论 灵是直觉神 魂是自我自觉 体是感知世界自然 体是被它否定了 你不能活着肉体当中 魂也被否定了 灵是最好的 只是尼托生的神学 什么受和受恩等等 和教士 希腊哲学的影响 它里面 但是灵呢 你仔细它定义 人的知情意 是归给魂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认为的 我们上帝造我们 父佑们的人格 是属于魂 灵是好的体 上帝造人 是把灵 吹入到人的体里面 产生了魂 那这种魂呢 又有知情意 所以你不能用 你知识侍奉神 你不能用 你的意志侍奉神 你不能用 你的情感侍奉神 那我就问你老板 你大哥 你使徒 你先生 你解释圣经的时候 你不用你的脑子解释吗 你侍奉神的时候 你不用你的情感 去侍奉爱吗 你决定传福音 讲道的时候 你不用你的意志吗 那请问你是不是僵尸呢 虽然不敬 但是我要把这个事情 一针见血的解释清楚 以后再不要重复 这样的错误 它的神学里面 有致命的问题 这种三原论导致的实践就是追求内在的直觉 壳的破碎 灵的出来 你就搞得好像很生命 很悬 那种灵去摸你对方的 感觉对方的属灵状况的时候 又不透过魂 那就是属灵的直觉 用我的话就是直觉 不是灵 是直觉 而这种直觉 又不排除理性的思考 排除情感 是直觉 用动物世界的那个画法就是说到 那个是动物的本能 本能直觉 所以我们受到尼陀生的思想 受到这种 这种类似的传统 我们对哲学 对知识 对理性 是有极强的这种敌对感 没有必要 我们抵挡的是反真理的理性 错误的哲学 你不要烦你自己的存在 因为你灵魂里面具有理性 情感意志 你不能烦你自己吧 除非你把自己存在抹除了 要尊重你自己 上帝遭我们都是好的 为什么要反对呢 问题是我们不是出理性的问题 是我的理性不服约束 不被圣灵引导 不被圣灵光道 不被真理约束 我的理性乱想 我的思想产生的结果 制造出了一些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哲学 重要的是这个问题 我的情感也是好的 问题是我的情感泛滥 不被圣灵约束 重情 迷烂的情感 迷烂的一些情绪 意志也是好的 我们要顺从神嘛 但是问题是我的意志 就像个野驴一样 脱缰的野驴 不服上帝的真理和圣灵的约束 所以问题不是知情义 不是知识本身的问题 我们要追求知识 没有知识 没有办法活的 作为农民没有知识 你怎么种地 作为现代人没有知识 你可能手机都不会用不了 你跟你妻子沟通 你说我爱你 我这就是用到知识 爱也要你也是 对不对 所有的都离不开知识 为什么要反知识呢 好像信仰里面不需要知识 信仰里面需要真理的知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老一辈 给我们洗脑 当然他们不是恶意的 非常敬虔的 稍微有点无知的 因为他们对整个基督教信仰 认识是偏见的 偏颇的 所以给我们培养了这样的观念 所以这些应该要拔除 一定要更新 不然的话 你这样继续教导的话 你再毒害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活在伪善里面 一方面知识没有用 另一方面你在讲道的时候 都是在讲知识 离开知识 理性 哲学 你是没有办法活的 人这种存在就是理性的存在 要思考的嘛 要讲话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那么